一连三天的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今天进入第二天 这一届的主题围绕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情绪 及多项课题 国防部部长西山穆丁 今天针对亚太地区面对的挑战主题 发表演讲时指出 IS极端组织的崛起 是亚太区域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就在IS在中东地区被围剿后 如今更是将目标瞄准在亚太区 西山强调 我国深切感受IS造成的威胁 就在上个星期 我国刚逮捕六名和IS有关联的嫌犯 此外 从2013年到2016年期间 也有250个人被捕 西山穆丁指出 任何宗教都有可能出现极端主义分子 并非只有IS 他呼吁各国要全面杜绝极端主义分子 另外在谈及日益升温的朝鲜 半岛局势时 西山认为亚太地区或多或少 都因为朝鲜的极端举动 区域安全受到挑战 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兄长 金正男在我国遭暗杀的案件 也意味着马来西亚必须和各国 一同去面对局势安全问题 西山穆丁强调 我国深切关注亚太地区的局势问题 以致力维持亚太区的和平与稳定 NTV7综合报道